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工业的第五目,发电视频的安装技术。 那么这一幕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有些知识点你会觉得好像是我没有接触过的,比较难学。 然后我们会尽可能的配一点图啊什么的,帮到大家来熟悉一些相关的一个考点。 那么这一部分的给大家弄出来的一些考点的话,其实并不难记啊,只要你用心学了,还是可以把它那个在短时间内记熟的。 那么这一幕的第一大条电厂咕噜设备的安装的技术。 那么锅炉它主要在发电厂当中,是一个在这个系统当中要进行一个三次能量的转换。 那么第一个通过锅炉的燃烧将化学能转化成热能。 然后气能机它循环做工又将热能转换成机械能。 然后发电机将机械能转换成电能了。 在这一个整体的设备的当中,然后其实这些图形还是对大家有所帮助的。 比如说我们在后面的讲到那个找中心的时候,连走找中心的时候,你的这几个的位置,这边是高压的那个,然后低压的,然后低压的这一头是那个发电机。 然后这一边的是一些锅炉,那么对于这个锅炉来说,它就是没有那个锅筒的这一种,是汽水分离器的。 那么基本上就是大于600兆瓦的这一种的锅炉了。 然后那个七轮机的下方又有一些凝气,然后我们后面的知识点都会围绕着这几个设备的一个部件,给到大家做一个知识点的讲解。 先来看一下电厂锅炉设备的组成。 那么主要有两大部分锅炉的本体和锅炉的辅助设备。 那么讲知识点无非就是要应付什么,应付咱们的考试,对吧? 这个考试的话,提醒,把这两部分本体和辅助设备混合起来,考集中之一。 那么这当中也是需要一些精准的知识点的一个学习。 比如说,锅炉的本体有炉糖,燃烧器,还有锅筒。 那么锅筒的话,我们也称之为细胞或者是汽水分离器。 那么注意下面一条,超灵界的600兆瓦的超超灵界的直流锅炉的本体是只有汽水分离器,是没有锅筒的。 所以在选择题当中一定要看清楚题杆,这是多少等级的这一个的锅炉。 不要看到气胞锅筒,自己就选上去了,要注意这一个的题杆。 那么除了这些锅筒,炉糖,那个燃烧下等等,还有水冷币,再热气,过热气,什么的气。 那么这些都是主要的一个的受热面,还有一些烟道,框架和炉墙。 这一部分的话,那么既然是选择题混合起来,考集中之一。 那么像这么多的设备名称要去记的话,其实就是说也是比较那个就是说不妥当的说法吧。 然后记忆的方式,其实用辅助设备来记相对来说就更好一些。 那么辅助设备有哪些呢? 有送引风设备,给美资粉设备,吹灰的和除灰排扎的。 然后我又给大家加了一条仪表设备,仪表设备也算辅足设备这一块。 那么混合起来,考集中之一,这些都不属于本体。 这样相对来说好记一点。 锅筒,气胞长的样子就是这种样子。 然后具体的再来看一下。 刚才这一部分的之前已经讲过了啊,定常锅炉设备分两道块,本体的和辅助的,辅助的有哪些要把它记熟。 然后锅炉本体的话要注意,锅炉锅炉,锅是锅,炉子是炉子。 那么锅的话主要是一个汽水的系统。 啊,完成水变成气的这一个泄漏的过程,主要有一些气胞啊,下浆管啊,莲香,以及各瘦的面等。 是一个什么的组件,部件组成的啊,都是一个有承压的啊,有压力的。 那么燃烧系统的话,炉子,燃烧系统都是一些非承压部件。 那么对于设备的安装来说,整个的这个锅炉,它是属于特种设备的。 这个大家已经是非常了解了啊。 那么电站锅炉主要设备的安装技术要点上面,就要特别注意啊,这几个的知识点。 已经特别指出来了啊,是有可能考到案例的。 这一部分的案例不是考原文的,你理解了,记住了啊,懂了就可以了。 在电站锅炉的容量大啊,蒸汽的参数高。 那么它的锅炉的设备体积和重量也是庞大的。 那么它是在现场进行一个组合安装的。 这个组合安装当中包含了锅炉的钢架。 那么这个锅炉的钢架就是类似于我们前面讲到的钢结构了,这一块了。 然后本体的几个搜热面,然后燃烧设备和一些附属设备的这些安装。 这是它的主要的一些的要干的大的啊,项目的一个活。 那么锅炉是属于特种设备。 那么特种设备的安装单位的话,在安装的之前要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书面的告知备案啊。 当然也要有相应的什么经过审核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等技术文件啊。 这个在考试当中,这一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考点,因为它的一个类似的知识点,只要特种设备,其实都有这一个的要求。 不如钢架架的安装的程序。 基础要检查滑线。 基础检查滑线的方法是什么?通过拉钢织法来进行的。 然后进行柱底板的安装 这里就是一些柱的底板的安装 上面有一些预埋的地角螺栓什么 然后组层的来进行 柱底板安装之后 然后立柱是安装在柱底板上面 立柱安装 然后脚蹬好以后 你垂直度这种位置 然后标高这些都要进行一个检查 然后垂直支撑水平量 水平支撑的安装 这个程序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 接下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案例的知识点的内容了 那么在柱颅钢架安装的工艺和方法当中 我们先把题目立出来 自己有目标的去学 如何既不影响受热面大建 以及空气预热器 这个都是体积都很庞大的 不影响它的安装 又能够保证这个锅颅安装的整体的稳定性 那么这个整体的稳定性主要就是 锅颅钢架和设备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 那么相关的知识点都是在这个工艺和方法之下的 那么你答题的时候 每一句话都记住的话也记不住 对吧 那么关键的点在哪些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锅颅钢架组合安装 要保证锅颅安装的整体的稳定性 这个如何来保证它的稳定性 那么我们考虑到整个结构的沉重的量 是不断的在加大的 对吧 所以为了保证它的整体的稳定性的一个工艺的方法 区域组合散装的方法来进行啊 工艺上面的第一个 然后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一个工艺啊 然后在具体干活的上面 有哪些技术措施上面去保证它呢 第一个根据土建移交的中心线进行基础的划线 这里要注意了 我们测量当中讲过什么 别人移交给你的能不能直接用啊 不能够直接用 要进行一个什么教合 在考案例的时候 这些点都是要注意的啊 经过教合过的这些重心线 你来进行一个基础的划线 那么教合的话 当然根据我们的啊 那个图子的一个交底啊 什么的对吧 会审的当中去去教合图子 然后现场也进行一个实际的一个教合 那么具体安装的话 从下到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分层分区的进行组合的这种散张的方式 那么每一层的安装先组成一个钢度单元 再进行扩展 那么当然已经安装好的这个钢结构要保证它的什么 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和空间的这个钢度的这个要求 这个空间的稳定性和钢度的要求 我们前面在钢结构的这个条目当中已经学习过了 每一层的钢架安装室除了必须保证立柱的垂直度和柱之间的间距之外 它的接头之间的间隙也要符合规范的一个要求 那么在没讲下面知识点的之前 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么刚才讲过了你在答题的当中 我不需要把整个的知识点从头到尾的去把它全部的一个字的一个字的背首 但是关键的节点的关键词你是已经一定要掌握的 那么这些关键词在哪里啊 就是单独的用这种颜色 不同的颜色给到大家标注出来的 你在读课程的当中 你就用专门的颜色的笔或者荧光笔把它勾在课件上面把它勾画出来 好再继续看 吊装的时候 各层的平台啊 伏梯啊栏杆安装同步进行 你看这个示意图对吧 我在吊装的时候 这一层的平台组成的要去完成它 采取部分构建缓装或者部分构建交叉安装的方式 那么这一句就是我们前面散装法的第二的这个的工艺的一个工艺上面的一个要求的第二条了 那么这样能够保证大件设备的顺利进行啊 保证它的一个稳定性 因为你在安装的当中如果整个的钢结构全部都安装好了 有些大的部件就没有办法进入了啊 所以是一个交叉的安装的方式 那我们把前面讲到的这一个的案例题 哪些相关的啊句子是必须要在这个案例题当中达出来的给到分值的判分点给了大家啊 你在这道题当中按照这些知识点去把它记守 那我们在答题的当中教材上面只给到了这些的知识点 同时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锅炉安装的质量的控制的要点的时候 有这句话 部分构建缓装的 我们前面的工艺不是要进行缓装的这个工艺吗 那么进行缓装的 一定要经过加强以后才允许大件的这个吊装 那么把这一块也加到这个保证的措施的当中去 咕噜钢架安装的工艺和方法 第三条的内容 钢架的找正 然后什么部位用什么方式去进行检测 对于中心位置和大量间的对角线的误差的检查 是用卷尺来进行的 大量的垂直度这个很熟悉了 用金尾仪 大量的水平度用水准仪 然后鲁顶钢架的水平度用水平仪来进行一个检查 这个选择题简单的了解一下 好 咕噜当中 本体的当中很重要的几个设备 塑料面 那么塑料面的施工程序这一块选择题 那么几个关键的节点 仅前仅后工作是什么 要把它记熟 我咕噜塑料面 都是很多的管件 去进行一个组合 形成塑料面的 那么这些的管件啊什么的 那么其实就等同于一些的分散看来的散见的预知见 对不对 你本身的一些设备啊 部件啊 你清点要进行检查 那么这些 如果是管材的话是属于合金的 那么是要进行一个取样送检 对不对 用光谱分析法来进行一个复查 那么这个光谱分析其实是取样送检的概念啊 到有资质的这个检验机构来进行 然后设备的安装单位 对这一个的检测的报告来进行一个复核 那么这一个的管道当中都需要是什么通戒之的 所以要进行一个什么通球试验和清理 看他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啊堵塞物在里面 连箱早振滑线 然后管子就位对口焊接 这个对口焊接的话有几万个非常非常多 那么在地面验收好以后组件进行调装 那么有些是需要进行高空对口焊接的 然后整体一个整体一个早振 那么有N多个的焊口是需要进行焊 那么在这个瘦了面的安装的这一个的工艺的方法当中 用什么方式来进行 那么我们后面给到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那么在这个点上面 在考选择题的这个时候的话 仅前仅后工作大家要注意一些 那么挑几个关键的节点来记 比如说通球试验和清理 把它作为一个关键的节点 它的仅前的工作是什么 使合金设备光谱复杂 然后通球试验清理的后面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联箱早振滑线 然后这个三个工作记住了 然后第二步记什么 记整个的再简单的看一下 这是既知识点的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它还是算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工程序 比较短 那么太长的话 很多的话 你就要分段的去进行一个记忆了 锅鲁的瘦了面 有很多的焊口要焊 然后焊好的话 它的那个部件是体积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我们宿利面的施工 这个场地 是不是在锅炉钢架的上面去进行一个主焊的 几千几万个的那个焊口的话 你在锅炉钢架的这个地方去进行焊 这个工期要达到多少 对吧 这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场地是在另外的一个场地去进行一个主焊的 那么这个场地要根据什么来选呢 根据设备组合以后的体积 组合以后的重量 以及现场的施工条件来决定这个场地的选择在哪里 然后这个受热面的施工的形式的选择 需要根据这设备受热面的结构的特征 以及现场的施工条件来决定 那么具体的施工的形式有直立式的和横卧式的 那么这个知识点首先就是这两部分的选择体的一个考法 看清楚题干 问的是场地还是施工形式 对应的是什么知识点 那么直立式和横卧式的这一个的施工的形式 到底有哪些各自的特点 把他们的优缺点放在一起来看一下 直立式的话 他的优点占用的场地的面积小 横卧式的话 他的占用的场地的面积就多 直立式需要大脚手架 他的缺点刚才耗用量大 那么大脚手架的话 他那个汉口很多就是在高空作业了 所以高空作业的安全状况是交叉的 横卧式的话 那么我们管道的汉阶是一个什么圆周的汉 对不对 要也是需要大一些作业的平台 但是这个作业平台相对于你直立式的 有高空作业的这个大量的脚手架 大致来说 他的刚才的耗用量还是小的 但是在安全的上面 我们设备在树立的时候 如果操作不当 是可能造成设备的变形和损伤的 好 我们哪些图来 寄这个相关的一个知识研 这个是要考案例的 横卧式在地面上面要搭一些作业平台 你管口的这个汉阶对吧 是一个圆周的汉阶 能要钻在这个底下去进行养汉的 然后我在树立的时候 哎呦好恐怖对吧 感觉到都要断了 那么其实是要有相应的一个是什么防护的措施 比如说你在背后加一些什么固定键 那么防止他的一个啊 那个变形损伤 所以要有相应的什么补墙措施在里面 那么采用横卧式组合的话 这个场地都是在什么户外的 对不对 户外的话 他的各种的汉阶的工艺的话 那么有些就是需要去考虑到现场的一个什么 风速的问题 那么相对来说 在地面上面搭这个防风的小棚是非常容易的 那么高空作业的话 他的体积面积又大的话 你这个防风棚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好搭 直立式的话 基本上在工程的现场几乎不用 所以我基本上也找不到对应的一个图片 所以用一些设计的图片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他是先把连箱架在那个架子上面 然后几个收了面去进行一个阻撼 就是比较少的量 就是吊装作业的话 就是相对来说 比那个横卧室的吊装作业的安全性要稍微要好一点 他的那个不需要做一些那个补强 因为他本身就是已经在列在那里的 横卧室还有一个过程 对吧 要把它平着把它拎起来 那么用比较容易变形 那么这两个区别下来的话是需要考一个案例的 比如说 让你说明一下项目部在事物里面的施工形式的选择上 为什么选横卧室的组合的理由 以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考了我们什么知识点 考了我们的横卧室的一些的优缺点 那么横卧室组合的缺点就是在用的场地的面积的大 但是我已经选了他了能不能把他做一个缺点来写啊 不行 肯定就要把他转换成优点 转换成优点的用什么语句来表述他 我有足够的场地选用横卧室的 对不对 然后而且他的就是没有太多的高空作业 然后施工作业的安全性要好一些 另外的话我需要搭工棚也是防风的工棚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就是缺点当中的在进行直立竖起来的时候 操作不当可能会造成设备的永久性的损伤 所以这时候需要进行一个什么补强的一个的措施 这个是这道题目的几个的关键的节点 有满足施工场地减少了高空作业是有利于施工安全 那么我不需要大大量的缴手架的搭式 它是有利于降低施工成本的 然后组合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树立的时候 操作不当可能造成设备的变形 那么要有相应的预防措施 那么可以补一下 这里是一个什么补强的一个的措施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